哈喽大家好,我是那个不好夜 这是刘哥在萨尔维亚 嗯,哈喽 今天要聊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借钱的事 刘哥在 你给大家讲吧 我这个借的钱 就是我出来以后从家 到了珠海 我在珠海一个小旅馆里面认识的 一个澳门的一个小哥 给人感觉还挺踏实那个人 给人感觉还挺好 因为我这个人 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人 但是我相信你了 你比如说你伸手 或者伸张口张嘴的话 我都会尽我的能力 我就会帮助你 他当时说 因为澳门刚开关嘛 他是在珠海工作 他说 他说身上没有钱了 我看着 但是我觉得还挺可怜的 哎呀,我说没钱 没钱 我先给你二百吧 他可怜 你知道澳门的房子多少钱吗 我知道 他说了 他澳门有套房子六百六十万了 对啊,你多少钱 哎呀 当时因为他 他说了 他有他妈 他弟弟 还有他姐 他姐弟 都在澳门 他说他们是澳元 他说微信里面收不到 在这边花澳元 也不好花 都得花微信里面的钱 不好 不好找的吧 就这样说的 我小姐也是 然后我就说 先给你二百吧 你花 当时我从我们家里面 带了一盒白将军 我都给他了 我看他抽烟 也没钱抽烟了 我先给他吧 我们住的那个小旅馆很小 比哪 那也就 也就十平方都不到 里面有两张双印床 我们都睡沙夫嘛 在那住了两天 聊的也挺投机的 觉得聊的也挺投缘的 我就先借给他二百块钱 因为我在那边住了四天嘛 后来怎么又借给他钱了 他说没了 没了 他说他有给我张口了吗 张口 我想三五百块钱 对谁来说也不是个大事 我想不可能说为了五百块钱 他去不不不联系我 不给我 是不是 我就给他三百 那我现在也缺钱 你借了 行啊 这微信里面都可以转给你 那个因为刚出家 从家里出来 没经验 对不是没经验 我觉得手机里面也有钱 现在我他手机里面花光了 走 没了 在这天天吃 总共等于说现在借了五百块钱 现在要了几回了没要回来 那我才要了几回了 我在泰国要一回 然后在这 在这要了好几回 那最后一回 打视频不接 打语音也不接 发短信也不回 发微信也不回 这搞笑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职业骗子啊 后来你三万五次的给他说要钱的事 他什么话都不会说 给你发来了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 你会给他形容一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找两个管子插到鼻子眼里 他就拿两个 就急救管插到鼻子眼里 演个秘密的嘛 就这样 就感觉是生中病 然后你再给他要钱 他可能就把这个腿打折 或者胳膊打折 然后就躺在医院给你拍个照片 什么话都不用说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 再继续给他要 这是目前最高明的一种骗术 就是善良的 就是这叫什么 善意的善良 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去骗钱 但是你想好了 他因为我给了他三百以后 我增入五百了以后 因为我五百以后我就走了 我说你这五百 我守着他面就说 我说五百 你有就还 没有我 就是你就是想还 你就可以还我 你真的不想还 我就算打水漂了 无所谓 就这些五五百块钱也不是多 是不是 我就可以认清你一个人 就是无所谓 我就这样说到这明面了 但现在还是一样 确实 如果预想的一样 猪篮打水一场空 这就是我们山东人的性格 我为啥就六哥 现在在一块住这么长时间 真有困难了 真帮你 但是呢 就坐到这份上 那个人还是 一点良知没有 我估计你再给他要 这个视频 他可能就发一个什么 发一个没有头的 全包起来了 然后给你发过来 你知道我 我有一种预感 当时我转给他三百以后 我就从澳门直接走 上飞机了 但是我因为 我从澳门上飞机以后 我手机就没有信号了 因为我那个手机没有漫游 当我到新加坡转机的时候 他给我打多少吧 语音视频 那个电话 视频语音就是打了很多 我一看就是又要钱的 我一看 我一看他这个样子 脸皮这么厚啊 我想这就完了 这这钱 我亲里都有 都有没有 这就是职业骗 对啊 你看三万五四 给你张口 给你要钱的这种人 你说他 他是什么人吗 其实我就知道了 他当他念 我从来就是我张口 我就人家借我一次两次 行 我不会再张口 别借三次 是不是 你把之前的钱还了再说 当时我以前还借我的钱 我说你这么的身家 澳门都有一套六百六十万的房子 还给我借钱 这就是啊 这就是我的理念啊 就是在网上 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人 出门在外的人 不要轻易谈钱 我的理念是什么了 我真把你当哥们了 我会提前告诉你 我说兄弟 咱俩以后有什么问题了 借钱可以 一定是在你特别需要帮助 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帮助 你肯定会找你的家人 找你的家人 是不是 我的理念是 我真有困难 我找我家人 我不会轻易上别人 开口 我出来这么长时间 包括我在生活这么多年 给人借钱的次数 是有限的 不超过几次 都能掰的时候 说出来 你真是遇到困难了 好 我借给你 对吧 我顶多可能是帮你 度过一个月的难关 因为大家呢 说不好听的 也不如人平常 就是再好的关系 你 我不可能养你一辈子 你也不可能养我一辈子 对吧 这都是情况 这就是好哥们 我才会这么说 对吧 你有一天我遇到困难了 没饭吃了 对吧 你借我 借我两千块钱 我通过这一两千 一两千块钱的时间 我把这个时间 去打工 或者 度过这个难关 我最后再还你 你不还我没事 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帮了你了 对 是吧 这是我个人那个理念 所以说呢 以后 在张嘴就向我借钱 向刘伯借钱的人 你们就别瞎了 不可能有这一招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网络上认识了好多人 也被别人骗过 不可能说 再继续的那么傻下去 除非我们觉得 你这个朋友还行 我们故意的就给你 但是 从国售里面借出去的钱 就是要不回来的 也就他这一个 我 不过从网络上骗我的钱 也没有 我这人 很不相信 就是我的防备心理很强的 但是你一旦突破 我对你的防备以后 你会很容易获得我的信任 然后 你从我这里边拿到一部分钱 是很 就是张网 几乎很容易的 现在还有一点 就是骗子的手法 他也变了 以前都骗大的 你看这个骗你500块钱 500块钱这个人也说不好听的 也是 小头小摸的这种方式 对 你说因为500块钱 你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哥们 是吧 你通过这个哥们以后 你们以后可以做的什么生意 有益 你说 你说你们有十年的有益 值多少钱呢 对不对 我知道 我说不定帮不上他大忙 但是我可能在他最为难 最困难的时候 他一个电话和一个微信 可以从我这里 亲而易举的 对 可以获得到的钱 但是你这种 一旦让我对你失去信念以后 那你 最大的就是 对 所以我这种人很好教吗 我 七分钟了 行 那就先说到这吧 拜拜 拜拜